由中区社区发展理事会和惹兰雾沙集选区基层组织举办的重乐超市 从去年10月推出至今 已有大约1200户低收入家庭从中受惠 设理会希望把接下来的活动扩大 来看记者谢欣宁的报道 居住在中巴鲁一带的张荣杰第二次参与重乐超市活动 他和家人挑选了一些生活用品减轻部分的日常开销 我们拿了一些比如说洗衣粉 然后有找些早餐 卖片这些都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还有一些玩具给小孩子 书包这些 都他们在学校都会用得上 所以挺有好用 我孩子也是挺开心 重乐超市活动每个月会在 惹兰雾沙集选区的四个地点轮流举办 今天的大型超市活动吸引了约400户低收入家庭参与 通讯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表示 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 基层组织会继续通过这样的活动协助居民 我们每一次看到他们来进行这个选择的时候 都感受到他们心目中的一种喜悦 因为选的东西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而不是由别人帮他们做出这样子的选择的一些物品 中区市长潘丽平则表示 中乐超市的反应非常踊跃 因此希望把活动规模扩大 其他设理会甚至也能举办 新传媒新闻记者谢欣灵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